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公布了美国欧盟和日本2012年起诉中国稀土党出口违规案件的专家组的报告 报告裁定中国对稀土乌木三种原材料的出口管理措施违规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此外报告还认为中国对涉案原材料施加出口配额也不符合一直有四年关税与贸易总结定 不过报告同时认可了中方对稀土乌木采取的综合性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措施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这份裁定的结果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中方有权在60天内提出上诉 中国商务部表示正在组织专家评估这份裁决报告 将依照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做好后续的工作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就世贸组织专家组的裁定发表了评论 对裁定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违规表示遗憾 世贸组织专家组认可了中方对于稀土乌木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 驳回了欧盟关于申请木出口配额企业的出口实际要求 歧视外国企业的主张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对于专家组裁定 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 出口配额 以及出口配额管理和分配措施 不符合有关世贸组织规定 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中方感到遗憾 中方的主张